好 今天我们Cicely的明星会客厅请到了在IntoOne的周柯宇来到了现场我们携手共度我们的520 大家欢迎 Hello 现场你们拍拍手啊 现场干得不得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IntoOne周柯宇 好 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揭秘一些Cicely的这个 你慢一点 揭秘一些Cicely品牌后面的秘密 也让粉丝呢了解更多的这个520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产品是更是礼物更加适合的送出去 让我们现在弹幕可能已经要炸掉了 已经炸掉了 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刷的那么快 那另外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第一次因为我我个子也蛮高的 那就是第一次有海拔比我高的这个学长 我主要是鞋高 好 那我们的粉丝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算是成团是吗 算了 算了 已经成团了 已经成团了 首先恭喜 谢谢 谢谢 成团快乐 那成团之后呢 这个我想啊 这个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粉丝的问题 我们也总结了 我们会帮粉丝来问到这个很多的问题 好 把帮忙不要走开 那你觉得成团之后人生有很多的阶段 你可能是在一个阶段的这个节点上面 你觉得成团以后的你跟你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成团以后 其实我自己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就是来创造营之前我可能 来给粉丝点福利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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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对 就还是回答那个问题嘛 我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我还是周克宇 对 但是我觉得成团之后对我来说 最大的变化是我圆了一半的梦想 因为我之前说过我最大的梦想是 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很强大的团体 然后并且和他们一起开演唱会 对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开演唱会 但是我已经在这个团体里面了 所以说我已经圆了一半的梦想 对 还有就是像我说的 我找到了一个归属 找到了一个团体 然后我觉得成团之后给我带来的就是 十个很强有力的后盾 所以你是非常希望我们就是在这个团体当中 一起开一场演唱会 对 当然呢 这个你说你刚刚跟我说你还没有开 可能这是一个未来的这个希望啊 未来的希望 那当然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多跟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见面的机会 能不能稍微跟直播间前的粉丝透露一下 最近有哪些安排呢 最近有哪些安排吗 我最近就是在西斯里的直播间 这个也比较近 真的非常近 对 然后就是要快要过生日了 但是 本来是想惊喜的呀 没有 我知道我要过生日了呀 好吧 对 哈哈哈 然后就是呃 但是目前对这个生日还没有什么打算 因为可能会有工作安排 然后呃 接下来就是我们 我会跟着团体 然后一起活动 包括我们每天也会 在北京的时候会有训练 然后大家会一起练习呀 一起去增进自己的业务 然后我们接下来应该是会有作品 等待着给大家 对 所以期待一下 好 那也期待我们越来越多的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那其实呢 在这个我们现场啊 其实我们现在镜头里面就我们两个人 其实我前面说啊 这个小哥哥来怼脸拍 没有人要看我 所以呢 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女生 嗯啊 我相信呢 每一个女生都在追 你们现在都追没追啊 每个人都在追啊 每期必追 所以呢 我们也是 追追追追你上节目啊 哦 不然追 创造营吧 对啊 追创造营 我都没看过创造营 那你在上边 你肯定看不了 你在演嘛 对 好了 然后呢 是的 是的 很多就是我也不看自己的直播 其实 好 那Cicely也希望跟非常优质的心境艺人啊 产生一些互动 那今天呢 非常高兴我们直播间 柯宇来到了现场 那柯宇对于Cicely这样的品牌 是有什么样的印象 你对Cicely有什么样的了解吗 Cicely 嗯 我因为我不太会化妆嘛 嗯 对 但是我会打粉底 没关系 我刚刚认识你化妆师了 哦 是吗 哈哈哈 然后我呢 就是会 平时打粉底的时候 我以前就买过Cicely的一个粉底 嗯 对 然后长什么样的 就是 对 就长这个样子 就是和这个长得很像 但是不是这个色号很明显 然后 咳 哈哈 然后 可能 可能因为它中间伸起过一次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气味的包装不一样 对 然后呢 就是会用这个粉底去打抵 嗯 然后我给我的印象就是 嗯 這個粉 因为我也不止用过这一家的粉底们 但是这个是我用过就是包括在营里面我们也用过这个粉底 就是营里面化妆师也会给我们用分就是CC的粉底 对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持装 你看我还知道持装是啥 持装是 你自己就叫持装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呃就是你节目里面又唱又跳 其实满满运动量蛮大的 而且我还是就是比较爱出汗的 是 然后一出汗就容易先脱那个外面的散粉 然后再脱底妆就是粉底 然后这个就是一般可以坚持蛮久的 嗯 对就是可能一天我们当时拍摄 一小时可能他能顶个 可能呢就是呃 柯瑜是刚刚开始啊 就是因为年轻啊 可能呢就是呃 柯瑜是刚刚开始啊 就是因为年轻啊 皮肤的底子非常的好 就看真的是皮肤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健康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妆效啊 不脱妆之后我们还要保护皮肤 那Cicely是一个高科技植物精脆的品牌 你有没有觉得用完这个植物精脆的粉底 你皮肤比较舒服 有啊 嗯 因为平时有时候是会觉得没有那么重 嗯 哦就是因为平时有时候会打上粉底之后感觉脸上有一层东西 对但是这个上妆之后就会觉得还挺自然的 是的 对 然后呢 Cicely呢也是一个 Cicely也是一个呃 有四十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家族的企业 就是家族的企业呢 其实对于产品的品质来说呢 都是比较坚持的 嗯 比较创新 也比较能够坚持初心 所以产品当然是就像你说了 用完透气的感觉啊 持妆效果都会比较的好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抽去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第一轮的这个福利了 大家在屏幕上面刷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打 我不用跟大家再拼一遍了啊 叫做into1周科语 into1周科语 在屏幕上刷起来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的科语就要来帮我们截屏 截屏之后有五位宝宝可以在17号之前 这个私信联系Cicely 法国西斯利官方微博的后台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这个微信啊 不是微信 是微博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信息会发布 也会有很多惊喜在微博的平台上面跟大家来公布 所以请大家刷起来啊 into1周 哇刷的不得了 你这个手机你可以截的啊 可以截 好 我们来数吧 我们数三个数吧 好刷起来 into1周科语 好我们点吧 你数还是我数 你数 OK 呃 你数完自己截嘛 好 三 二 一 我这三秒数不是很准确 没关系啦 其实他们看你也会有延迟的 好 然后要选一个 你不要 我来帮你 你这样 你从下 我们这样 我们从下网上念一下 我们得奖的名单 然后呢 然后我们私信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 好吗 好 来念一下 然后我先 你先不存了 你先念吧 念完再存 最下面的是大写字母Y 然后一个点 嗯 然后是焦焦焦焦焦焦 五个香焦的焦 然后第三个是Catrina 第四个是周科宇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上面显示不到 就是周科宇的点点点点 然后呃 第五个是想吃卖辣 后面应该是鸡腿宝之类这样 你怎么知道他是想吃鸡腿宝 好 我先把它来存下来 储存到照片 好 这个是今天是用的 稍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给后台 大家去关注一下Cicely的官方微博 在后台私信官方微博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们会在里面告诉你怎么去领奖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信息 或者说是有惊喜啊 发布等着大家 那刚刚进到直播间里 我觉得刚刚进来的可能不多 大家都是非常已经在 我刚才的前半小时都很难播的 是吧 下面就是完全没有人听我 炸掉 新进来的宝宝呢 也不要悲心 很困难吗 全程啊 下面都炸掉 那新进来的宝宝呢 也不要灰心啊 错过了第一人的抽奖呢 我们的这个柯宇呢 除了在我们的直播间之外 我们也给我们各位的 神秘的礼物是 小姐姐的这个礼物 这个神秘的礼物是 是什么 小姐姐给我 趁这个时间 看下大家的弹幕 对 看一下大家的弹幕 所以有人说 有人说好卡 好卡 那你换个 换个网 不是这个 哎 他们都说卡 卡 嗯 没关系嘛 就是好事多么卡卡更健康 哈哈哈哈 神秘的礼物呢 我们今天的其实已经预先让柯宇呢 给我们签好了很多的这个签名的照片 照片呢 有人说主持人很棒 谢谢谢谢 谢谢 我已经觉得有点尬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仍然零微不乐 真的 我要跟大家再次说一说 因为我跟柯宇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我们前面rehearsal 柯宇真的是 呃 应该是说我见过的 呃 高人里面最帅的 帅人里面最高的 对对对对 又高又帅里面最nice的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今天化了妆的 对 个性跟化妆也有关系吗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是说前面帅帅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就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柯宇 这个是 来 给这个一个 哦 签写吧 没关系 我拿吧 你拿你自己 OK 自己会不会有点怪怪的 但是可能大家不想看我 没事 没关系 先拿都可以 好 我刚刚是在后台看着他签的啊 所以这是亲笔签名 刚签的 那怎么样得到我们这个柯宇 亲笔签名的这个照片呢 我们在我们的官方 关注我们的Cisley官方微博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以私信的方式 然后呢 你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粉丝当中抽取 这个我亲眼监督着柯宇签的两张 其实是几张 是只有两张吗 六张 有六张呢 这个我们的亲笔签名照啊 所以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并且私信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会抽出这个亲笔的签名照片 耶 谢谢 好了 这个能滚动一下吗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 我们接下来几号 我是我是过了一个岁数 我就开始不数数了 我们今天是16号就是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 马上就到520了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啊 不管是身边的亲人啊还是朋友 其实我觉得爱啊 也不是只是对你的爱人说啊 所以表达礼物的最好的 我倒不觉得 礼清情意中 礼物是一个承载你的情感的东西 嗯 那如果让你来推荐礼物 你会推荐什么呢 啊 我觉得送礼物呢 尤其是比如说到这种节日 你可以送给朋友家人啊 彩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然后 我觉得 刚才我拿的那个粉底 正正好好就想推荐给你们 送这款给朋友或者家人 AND口红 AND口红 记得啊 AND口红 但我要说一下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首先就是化妆 可能大家都比我要更懂一点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一般你上完粉底之后 很容易整个人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气色 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涂口红 对 很多时候就是你涂一个口红 看起来就像是你化了妆一样 对吧 然后口红也可以帮你增加气色 所以 必须要搭配的就是粉底和口红 其实 除了这两个 别的都不是那么需要 但是你一定需要这两个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就送给大家这两个 柯宇眼神已经给我了好几眼神 让我赶紧接话 但是我发现你营业的也不错啊 没有 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跟他们讲 就因为我 后面最早开始学化妆的时候 只会拍粉底 但是后面就 我有一个朋友叫尹浩宇 是我们团的一个成员弟弟 他比我还小 对 然后 他就是好几次跟我说 在营里面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上粉底之后 他说你看起来像 没睡好觉一样 整个人就是脸色惨白 啊 就虽然遮盖 但是气色不好 对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涂口红 然后我就试了一次 这一下子就像化妆师给我化了妆一样 开了挂了 开了挂了 对 所以粉底和口红是最好的搭配 是的 口红是我就像柯宇说到口红是非常容易点亮你的整个面容气色的一个利器 对 但是呢我们也要来考虑一下就是呃我们说是520送这个礼物啊 一般来讲一般来讲送口红是比较就是安全的嗯但是当你送错呢就是肢力送错或者是这个颜色送错呢也有可能是就是蠻雷人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呢我们也在现场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呃我这边也有你看我们来首先说一说可以推荐的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口红吧 就这个口红呢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唇膏是兼具了这个色彩跟滋润就像刚才说你有说很累的时候如果哇你以为一涂口红你就提起气色有时候一涂口红你就提起了很多的爆皮对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吗啊这声音老师我虽然在聊但是请大家多拍这个科语少拍我没有人要看没事我们主要是啊OK的好然后呢这个口红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打开你你打开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化妆是给你用的都是一般都是挖出来的呀呃你可以感觉一下它的这个包装它其实是个磁铁哦是吗对你你把它套回去试试看 哦它是个磁铁哇那它这样不会掉吗不会的它是磁铁啊它也没有那么重哎这个还挺神奇的对吗就很方便对因为因为我之前用过的就是都是要那种嗯拧半天是但这个就一把就可以拔开是而且这个没事还可以玩怎么玩呢就这样玩哦 解压神器哦不止我晓得就以现在有些人会那个拿一些东西在手上盘啊对对对对哎觉得解压了是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大家如果想解压也可以买这款哈哈哈好解压神器想解压也可以买这款磁石这个卡扣的口红那当然了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呃口红的这个我们叫叫叫它那个子弹头啊就是这个口红的头 它的造型是一个我们可以拍的近一点吗它的造型呢是一个就是多边形的这个钻石切面多边形钻石切面这样会不会更明显一点可以可以你有那个化妆师你不知道那个女生都要多带一个刷子你是带着直接带化妆师的带刷子干嘛女生的要画那个唇形啊很多女生因为那个口红它是圆的嘛那直接这样涂不就好对了 因为这是这个钻石切割的你会很容易的涂出你的那个就是唇峰啊唇底啊很容易有那个画出就很容易画结构了可以精确的我来看一下词啊叫做精确的塑造唇部的轮廓嗯好另外呢我想问柯宇你哎喜不喜欢吃火锅我喜欢吃但是最近就没怎么吃我怕怕怕不稳定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你喜不喜欢吃磨浴丝喜欢哈哈哈 你知道吗这个口红里面呢你为什么喜欢吃磨浴丝我因为就是不长胖吗不长胖对啊啊那其实磨浴丝是一个吸水膨胀的就是刚刚他说很多艺人可能就是为了饱腹感啊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蛮苦的但是我是一个很时辰的人就很多人吃磨浴是为了饱腹啊那这个磨浴为什么可以饱腹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可以吸水膨胀哦就像面包一样 呃你也可以这样认为哈哈哈对吧对所以呢这个口红当中呢是蕴含磨浴的这种植物的萃取物精脆哦是吗所以这个口红是可以吃的哦吃还是大可不必啊明白但是呢涂在嘴上呢它是可以通过这个磨浴成分的植物成分的吸水膨胀的效果嗯就是就像你说我我刚刚看我刚刚在后后面偷偷看他的化妆帅他补妆 用的他用的那个粉底和口红真的是cicillate的对真的是然后呢这个口红呢你用上去呢不打底都很滋润因为磨浴会帮助你捕捉你那些散失的水分哦我以为这个是因为就是你涂上去之后它里面有磨浴的成分嗯这样你不小心舔到了或者是怎么样就代表它是一个可食用的对嗯原来是因为这个它舔到可能也是安全但是也不必刻意的去啊 是浅了对对对这就是嗯对对也是啦对然后呢另外呢我们的有一个那个质地的描述啊你涂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润因为哦我又要说到一点就是你知道这个也是我在营里面学到的因为营里面经常化妆嘛所以会学到一些小技巧就是每次上口红之前一定要先涂唇膏或者是唇彩就之类的就是润唇膏就是对先润唇然后你再上这个 不然的话你直接涂它就会掉的很快而且会很容易干哦然后它会就是就是会它会掉就是变成小球球那个样啊会变成的就是暴皮会会揪上来对对对对然后就很难受但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涂的那种也不会干对好请大家把营业成功打在公屏上 把营业成功打在公屏上所以呢刚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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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了我们也现场希望这个柯宇帮我们挑出几只你心向网织你非常推荐给大家的色号色号吗 我们旁边有一位富白貌美的小小姐姐你挑的色号他会马上涂在手上给大家展示的 哦 那我挑就这色质离OK 我挑这色质吧 好 有点拿不出五倍嗯好你给你跟大家来啊我是这样一个这第一支是几号叫什么第二支叫几号叫什么是这样营业的明白了来我帮你拿着OK 我想我想推那个就是我之前之前有试过有试过那个喜欢的你对就是 那个大剧院大剧院哪一个是大剧院啊大剧院哪只大剧院 哦大剧院在你那里哦我以为是哦啊 谢谢 这哪他就记得了那个大剧院好在我们挑颜色的时候呢我们签名照我们 啊张这个签名照请这个可啊什么什么好签名照是参与互动微 来送的好吗各位宝宝们是参与互动微博来送的好吗各位宝宝们是参与互动微博来送的 好我们继续营业大 这个是这个是他怎么说的来的叫大 剧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 其实是这个口红呢是有一个小惊喜的 这个小惊喜是什么就是他每个色号都是 一个色号 他叫 博尔 乔 乔乔 乔乔 就是色号他叫 博尔 乔乔 乔乔 对博尔乔 原谅他记不得我 职业营业的都快记不得 等一下 这一支 27号 色 然后这这个色叫 其实他上面写是玫瑰博尔乔 他是什么呢 博尔乔是个什么地方 相信你们都不知道 哈哈哈 好了好了这个给想半天了相信大家都不知道博尔乔是个什么地方他既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个国家我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我专门去搜了一下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 莫斯科的 大剧院 啊 啊 所以就 还挺神奇的就是这么 小众的名字都可以想到 因为可能那个地方比较 比较 冰雪是比较颜色浅 啊 对啊 比较美 莫斯科 一想到莫斯科 一提到莫斯科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冷 冷的时候 冬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干 干那你嘴唇一干 嘴唇干的时候你要干嘛呢 涂滋润性的唇膏 当然就是涂博尔乔乔 营业又成功了 好再挑一支吧 再挑一支 这个 哪个 哦这三支一起给大家就好了 所以博尔乔是你最爱其他三三支 其他三支也是也是挺挺好的 就是还有一个 就 哎 好你拿着那个 呃 好这几支已经知道我们的工工具 白白白富美已经帮我们吃好了 对 就反正都在这里 比划一下好 博尔乔是这个 博尔乔是27 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莫斯科大剧 博尔乔温柔那个他最喜欢的那个颜色单独讲的是27号 就是第2个那个颜色 然后 你的下一支是 哦 还有就是就对号入座 21号 32号 24号 哦 对不起 12号 34号和 32号 42号 32号和42号 对的因为这个反的有点不好看 对对不起 没关系 嗯 我们好像小学生一样 大家都可以 看到这个颜色 好因为我我平时就是 男孩子们就是可能不太能涂那种很红很红的颜色 所以有的时候选择口红的时候就会选那种稍微浅一点 对就是淡一点 所以那个 那个博尔乔就是反而偏淡的 27在这 对 是泥土的 是他 就是他 大家也看出来这个博尔乔是他的最啊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 我们今天在购物特当中啊 我们的1号链接 1号的链接就是这个 3 其实是3加1的这个组合 1号链接 3加1的组合 这4G颜色都有 那当然呢 这个2号的链接当中呢 也是有一个就是单品的套装 那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颜色 可以在群里面咨询一下这个小哥哥 小姐姐 哎呀不小心被我摁了一下 谁帮我把它弄出 那用这个 好 好了 上嘴 下面就让你上嘴 上嘴 你你 算了算了 我们等一下试一下粉底吧 试一下粉底吧 好我们接下来呢 如果这些颜色当中你 你选了4个嘛 就是你觉得你有演员喜欢的颜色 哪两支是你最推荐的 第一就是 对不起 第一就是刚才大家 我跟大家说了半天的博尔乔 第二个其实是一个叫卡尔维的色号 当中两个 对 在哪里 在这 我得看着镜头整 27和32 27和32 你看很明显27就比32大很多 因为 就给大家推荐两个极端吗 一个是 所以呢 是比较 如果你想提亮记的就是32 如果你想比较 速尽的 就选那个博尔乔 是的 我都记得特别清楚了 博尔乔 莫斯科的大剧院 莫斯科的大剧院 好 好 那听了我们的这个 科尔的推荐 粉丝宝宝宝开心吗 心动吗 现在我们有一次 all in 我们所有四个明星色号的机会 点击下方的购物车 三支明星色号 再带送一支 直接送给你 好这个 我们的套装当中就有 13号 27号 32号 跟42号 那这几个颜色里面都包括了 刚刚 柯尔跟我们讲的 他的最爱的两个颜色 那 如果你心动了呢 加入购物车之后 请你选择 离你最近的柜台 你可以选择自棋 或者填写你的收货地址 提交订单即可 我们会为您安排送货到家 好 既然科尔鱼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的 这个粉丝宝宝们满满的这个520的祝福啊 就是也帮我们挑了颜色 也送出了这个签名照 那我们当然 Cisley也要给小哥哥准备一份神秘的礼物 表达我们满满的爱 下面有没有聪明人把我们需要什么惊喜 要先打出来啊 好吗 请科尔鱼先闭上眼睛 是不是生日蛋糕 对啊 音乐来了 这个音乐上的有点早 可以睁眼了不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 请宝宝们把0517 周科宇生日快乐打在公屏上啊 让科宇感觉到大家满满的喜爱跟鼓励 谢谢 好了 那我们现在三人的例行公式呢 要吹蜡烛切蛋糕 请科宇来许的愿吧 那我先许愿吧 可以学了多少 蠻多的 OK 好 吹蜡烛 耶 我们蛋糕呢 少后营业结束 再吃 但是呢 那请你先切一刀吧 好的 没问题 刀 啊 你找到了 哈哈哈 哦 宇航员诶 对 这个 还蛮科幻的 诶 你看你们 他们我的粉丝叫宇航员 哦 对 那我切这边吧 我前面就在想 你的粉丝应该叫什么 宇航员 好 请各位宝宝们在 公屏上面 Q出 0517 周科宇生日快乐啊 哦 切切了 有请工作人员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好 大家继续 刷这个 0517 科 周科宇生日快乐啊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截屏来抽取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幸运的这个礼物了 那也请科宇啊 我们先刷起来啊 0517周科宇生日快乐大家刷起来 然后科宇准备看大家刷的差不多你就开始三二一截屏 嗯 嗯 亮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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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机位现在亮着 哈哈 三 哎 怎么到广告了 啊 没关系 OK 那我截了啊 好 3 2 1 截到了 好 我们机位在那边 我看一下 没事让他看一会吧 OK 可以看到吗 你们可能有点看不到了 离的有点远 第一个 幸运观众是 IC 然后一个很老式的笑脸 就是 那个 对 很老式的叫懂了 括号那个符号打出来的那个笑脸 然后 然后 第二位 幸运观众是 一个 王冠 然后一个 为 问号 后面还有点点点 哦 谢谢为 然后不恭喜为 然后 第三个是 呃 句号句号句号 三个句号 嗯 然后 下次来抽奖能不能起一些好念的名字呢 没关系没关系 第四位 幸运观众是 婷婷呀 嗯 嗯 第五位 幸运观众是 磕磕是小猪 好我来存起来 好 恭喜以上的完成啊 恭喜以上的五位这个幸运的宝宝 那我们今天呢 如何去领到我们的科语的这个 送出的礼物呢 请大家关注 我们的法国西斯里 官方的微博 并且私信后台留下你的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然后关注在私信 什么关注微博后私信的你将会有可能会获得惊喜的大礼 小姐姐你想说什么你说 跟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说一下 对于我们的微博的互动 好我们刚刚抽完讲我们还是回到这个520啊送礼物的这个话题 刚我们讲到我们推荐了四只魅惑口红 那其实呢我们 你刚刚也说过就是有一个产品你是用过也非常喜欢的 对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吧 就是 Cicely的粉底液 这个就是Cicely的粉底液 轻柔持妆粉底液 你们到时候就是如果你们 或者你们有的话 你们可以闻一下 很香 有还用买吗 哈哈哈 对买个新颜色 对反正 对就是蛮香的 然后 呃 这个也是要就是第二个给大家推荐 其实刚才那一趴把口红和粉底不小心都推给你们 然后 就说明真爱吗 对 真的喜欢 这个粉底就是 粉底肯定是 必要的 然后 像我们 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可能有时候 尤其是要画舞台妆的时候可能妆 就是要画的比较浓 而且 一彩排就是好几次 或者是 跳舞啊 跳舞啊之类的 就会出很多汗 我没跳舞都出了很多汗 哦 你现在出汗了吗 对 别紧张 虽然我也挺紧张的 哈哈哈 对 然后 嗯 就是 这一款 它里面是有 植物成分 嗯 Cicely是高科技植物精髓品牌 然后这个应该是叫光芒粉底液 是 为什么叫光芒粉底液 因为光芒万丈 哈哈哈 光芒万丈 是的就像您在舞台上一样 对 它主要 它是一个比较那种养肤的 就是 它其实闻起来三样的也是 它会有一点像那种护护品一样 然后 没有 不会怎么出油 而且不会闷动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 用了这款粉底啊 就是有很多粉底液会 叫它氧化 也好 暗沉也好 就是你跳舞啊 什么动来动去啊 颜色 会不变 对 持装 好 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 颜色会不变 对会持装 好 好 网上滚一点点 好 就我前面那个大字屏 干嘛 你叫什么 好 我下面要考考科语了啊 你知道光芒粉底液整日持久不暗沉的秘密 是什么吗 当然了 我也是提前做了功课的 西西里作为一个高科技植物精髓品牌 非常 加入了很多植物的成分 才能够有这么好 不暗沉的持装功效 所以味道也非常的香 对 那当然呢 我作为这个 陈兄老师 我也来跟你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的暗沉 一方面是粉底液色的暗沉 另一方面呢 是因为你的这个 就是你很大压力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 在台上 虽然我不是医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台其实压力蛮大的 对 时间久了你的血液循环会变差 嗯 然后你的 是你本身的皮肤颜色在在 被那个粉底闷了以后啊 它会暗沉啊 然后呢 这里面是有这个一个复合物 它是可以帮助你皮肤呼吸的 就皮肤呼吸 你猜猜看是不是像空气呼吸 是吧 是吧 其实我这么问的 你应该说不是比较容易答对啊 哦 不是 答对了 哈哈哈 营也成功 哈哈哈 其实呢皮肤的呼吸呢 是像血液当中呼吸 它是通过那个血液的微循环 来换来完成那个换氧气的 我以为就是像毛孔 也是就是要透气吗 他透是也要透了 但毛孔主要功能还是出汗和排除皮质 有道 所以呢你那个 我们有这个一个 换量的配方式可以 是从那种 幻物里面提取的 帮助你这个皮肤更好的呼吸 那另外呢有像乔麦子 现在这个 当然 我们现在是可以说年纪的啊 是18岁 是非常年轻 皮肤非常非常的健康 但是呢也要保护啊 未来艺人压力大 可能上妆的机会多 然后呢又跑又跳 可能也没办法及时卸妆 对不对 所以呢 更要用这个 就是非常养肤的粉底 非常轻柔的粉底 来保证你皮肤的呼吸 不要让这个 这个铅滑 掩盖了年轻的光芒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光芒粉底液 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好吗 那我们呢 这个光芒粉底液呢 是提供了六个色号 请柯宇来试一下 我们最热门的 就是我们这个 当然这个工作 我们已经选好了 就刻意不用担心选哪个颜色 我们选择了零和零家 这两个非常适合 亚洲 大家不要听到零和零家 觉得是不是浅的不得了 其实这两个是 专门为亚洲所 所 为亚洲所设计的色号 好我们请这个白皙的工具小姐姐给她试一下 哈哈 可莱尔今天 我能跑到前面来吗 新的 全新的 好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是零号色 可莱尔 你跟她左手试的是磁白对吗 对零号色 好在柯宇的左手上试的是零号的磁白 是一个黄调的第100 就是亚洲人非常适合的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在 里面 呃就是你小哥小姐姐哦 你也可以问一下客服 怎么来买这个色号 那黄调100是适合这个皮肤暖调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冷白皮啊 你可以试一下零家 零家是一个叫做香草色 是粉调的第100 好我们来展示一下 它其实可以切过去的 哦哦 它其实可以拉 你可以拉吧 这里是个镜头 它可以拉吧 这边是镜头 这边是镜头 好 OK 哦 对对 OKOK 哇看出五步不错 哈哈 我们左边现在我应该是在左边的是 是零家就是香草色 右边的是呃 呃零号色是黄一白瓷白色 当然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也不想在你的手上写那个色号啊 就是就是比较 我们等一下用那个线上上面卸一下 其实我们我们这边看的蛮清楚的 但是你们 他们笑死 你们那边可能有一点 不清楚 就是我左手是 很明显就要更黄一点 然后右边就会 稍微粉一点 请弹幕里说你的手美得不得了 哎好 看粉底 看粉底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给直播间里的宝宝们来 看一下你们觉得 他的皮肤是适合左边的那一个 还是适合右边的那一个 公平打 左或者是右 我来看一下 大家的这个 判断啊 会不会有人说都不适合 左还是右 我是不是有延迟啊 大家慢慢打吧 我觉得呢 这个左边的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那左边的这个也就意味着 柯语是 粉掉100 也就是你是冷白皮 哇 第一次有人说我是冷白皮 你可能有 有一点部分 这个字跟颜色没有任何关系 你套上这三个字 在网上美妆界 就是一个贵族般的存在 确 但我还挺开心的 第一次有人说我是冷白皮 右边 其实大家都觉得右边比较 可能大家帮你选的颜色都比较健康 右边吗 对 但是我其实已经有点搞不懂了啦 反正这只是一个 哇他们这样都能看出来 对 没有 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要涂开 涂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真实的颜色 现在就是 它是等于说有点堆积在一起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它100%最真实的颜色 他们下面说我说的你有点不相信的样子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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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拿美妆弹 打开 来 我的天 你还知道用美妆弹打开 营业成功 把营业成功打在公屏上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比较懂化妆的了吧 现在 是 现在男团其实真的我觉得那个化妆的就是这个频率还是蛮高的啊 这个包括演出的压力蛮大 所以呢 还是注意用这个比较好的 是的 产品啊 那 我们请这个工具小的小姐姐 白色的工具 来 这上面站了 你可以 要不自己擦一下 好呀好呀 我不敢帮你擦 一个可能不太够 姐姐 对 你再帮她做一张 因为我怕我帮你擦 上面会不会有人埋怨我 为什么会埋怨 你说我帮 就是 不会不会不会 进水楼台 对 我可以让那个工具小姐姐帮你卸一下 来 谢谢 谢谢 好 好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卸的卸的同时啊就是我们也 建议啊就是卸妆还是啊谢谢卸的比较干净啊因为要保持皮肤的健康 那柯宇的皮肤是我我现在是近距离刚其实刚才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哎呀不要拍我拍柯宇也是蛮怼脸拍的我们能看出柯宇的皮肤状态是非常的健康的 嗯谢谢 健康吗你自己是觉得健康吗还可以最近还可以前一段时间有一点就是 长痘痘啊 那还是要好好的维持 肤的状态 怎么去 在这个繁忙的行程跟工作下面呢 这种皮肤的状态你平时是怎么去 维持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维持 我觉得 维持皮肤状态 最好的秘诀就是 首先要年轻 然后 小年轻 好了日常法尔赛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尤其是在营里的时候 连着大概有 快五个月了吧 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化妆 对其实很恐怖 这个环节你会流眼泪吗 不会 好 因为讲了什么五个月的拍摄啊什么 就好像好像有很多故事要说的感觉 没有没有在创造里面很大收获 很感谢创造里面 对然后就是 对就是连着画五个问题蛮恐怖的 很容易皮肤就会出问题 但是最容得就是出问题 所以平时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 尽可能的保持住自己的作息时间 和饮食 其实两个听上去再 俗套不过的方法 其实是最好用的 就是 不管任何的就是外界 借助所有的东西 都是 其实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内在还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 一方面啊就是 两个方面一方面外在要保护 对要清洁用好的产品 其实呢你刚刚 我是理解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你就是你吃的 是的 你吃下什么就造就了一个你 所以吃也是大家宝贝要非常注意啊 无论是吃 还是用的产品 都要选择安全有效的 对 植物性的 或者说非常天然来源的 对 食品或者是产品 哇 营业成功 感谢 好 那我们今天现在是几点钟 我来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还有15分钟 那我们今天一小时的跟大家聊的也蛮开心的 马上就要结束了 已经一小时了吗 呃45分钟 哇 走得很快是吗 是啊 说明我主持的好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呃如果你是非常爱科语的呢 拿出那个 笔记本 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 快问快答 让这个屏幕前的粉丝啊 能够更加的了解你 好吗 第一个问题 2021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哎 我应该以前也许过这个愿望 就是不要再长高了 说的是身高 不要再长高了 恐高是吗 对 日常反而赛 你先你要害怕再长高 就是你先要长得高 你长得不高就没有这个资格 日常反而赛 真的 不想再长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 我小的时候 很矮 嗯 我家里面 有哥哥嘛 然后哥就跟我说 你这辈子如果能够长过一米八都是奇迹了 他说你可能会很难体会到 一米八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一米八的视角 当时我一米六几 然后觉得 说的蛮对的 他十几公分 我怎么能 对吧 啊 我明白了 这是为了保护你 跟你打赌的这些 什么兄弟的 不是不是 你还听我讲啊 然后 最后我突然有 有一个暑假 一下子长了 快二十公分 嗯 一下子就长到一米八多 然后就 长到现在这么高 一开始我觉得 哦很好哎 我就是 扬眉吐气 你知道吗 和他们走在一起 但到后面 尤其是就是进了公司之后发现 有时候长太高也并不是一个好事 尤其是对于就是因为我 主业 是唱歌跳舞 嗯 主业是唱 主业唱歌跳舞 跳舞就是 对于身高特别高的人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挑战 所以我是觉得 他会 有时候限制你很多东西 所以就希望 而且我很满足我现在的身高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不要在 很爱现在的这个状态对吧 对对对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太多了 我 那我说一个最近的吧 最近 最喜欢的食物是火龙果 好 红的 有人追问了 红的 红的比较 宠物 宠物是什么 最喜欢的宠物 嗯 小狗吧 我们家其实有两只小狗 所以你是选狗选猫 你是那种 选狗的那种 对 其实我觉得猫 比狗 要再可爱一点 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很钓 啊 对 哇 好真实的 好 第五个最后一个 用一个词形容你自己 孔高 孔高 好吧 日常发尔赛的进行 那其实呢 我们其实前面 很多我们在聊的时候 很多人在下面打了很多 关于 就是拍你的时候 很多人的 观对可以看 观后感 他们觉得你超可爱的 有很多小动作 然后当然也有人说 就不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是他我想是他们是说你可爱的意思 那我们拿个产品做三连拍好吗 好啊 哪哪一个 你想选哪一个 选 选口红也可以 口红吧 口红颜色比较 跳啊 好 那我把 摄影大哥怼脸拍 来吧 三连拍哦 嗯 一 哦看你是吗 看红灯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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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 好 耶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场是真的有摄影师三连拍拍下来的 如果 你想有可能会有啊 就是如有可能会在那个叫做 呃 官方的微博上面会有 总之呢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博 那我们有很多的福利跟互动在微博上面跟大家进行 那今天呢 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的时间还有大概10分钟 我们也分享很多的彩妆的产品啊包括是你说的这个在在这个男团的后台啊用了哪些产品啊怎么跳舞啊讲了一些这些呃你的这个幕后的事情 那我们第一次呢 科宇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这个直播我相信粉丝宝宝都被你的征服了就是啊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话啊就是作为这个奢侈品牌高档品牌我还是要说的时光带给我们岁月的痕迹不存于外在 而是独有的阅历成就了我们别样的认知和生活的态度 那人生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精彩好 科宇你下一个人生阶段你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 首先我想跟他说 我要再长高了 今天是法尔赛攻对吧 法尔赛到底 我记得我记得20年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提这个 对然后还想跟他说就是 继续坚持你的梦想吧 你可以稍微说说你的梦想未来比如说 我说未来的自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长远的时间 你未来对自己的这个规划或者对自己的这个 呃所谓的梦想的愿景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into1嘛 然后into1其实 他是一个那种 就是我们只在一起两年的团体 嗯对 然后我希望就是 给自己的愿望 也是给大家的吧 就是我希望 这两年内 我们可以 非常的团结 然后非常的 对自己的作品 有自信 嗯 那当然 就是可以自己的这个 这个 思宝我们对吗 对 好 那当然了 就是可以对自己的这个 寄语啊 那 那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跟我们的粉丝聊一聊 那我们一定希望柯宇在柯宇在更大的更闪亮的舞台上来亮相也相信柯宇会给我们更好的惊喜和作品 那么对着我们的粉丝 我们的粉丝 我们的粉丝叫宇航员 对 对着我们的宇航员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哦 要跟你们讲话了 嗯 宇航员们 我首先想跟大家说 你的粉丝跟你说让你吃好喝好 哦好的好的 我最近吃都喝的都挺好的 然后休息的也很好 谢谢 想跟大家说就是 呃 谢谢你们 然后我 很真诚的想告诉你们辛苦了 对 从创造营开始一直到现在 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几个月里面 辛苦你们 真的 就是我知道你们可能也挺累的 然后 想跟你们说 照顾好自己 然后 多为自己操点心 对 多替自己着想一下 然后 跟你们说 期待有一天可以在演唱会上 看到你们 嗯 对 然后 好感动哦 因为 其实我 我一直都没有 就有 很少有机会能够 见到他们 嗯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开过那种什么 粉丝见面会 但是也就一次两次那样 然后我非常希望能够 就是在演唱会上 见到你们 就是 其实演唱会的接触 已经算是非常直接的接触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啊 那也其实在直播间算是过了一个期前的生日 嗯 那也 期待我们的这个 in to one的舞台跟作品 大家一起 我们把今天的口号口号再跟大家说一说 那这口号呢 请最后一波的 下面说有人有人说哭了 请大家把最后一波的我们说的六个字的口号打在公屏上 我们还有最后一波的这个礼物送出 好吗 我们一起来说这六个字啊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敢出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才看他们 来六个字啊 等一下 好 拿六个字 好的来吧 好 我们一起来说这六个字啊 打在公屏上 敢出色 要出众 好快点 刷起来 然后刷起来 我们最后一波的这个抽奖 我是不是 大家拍手就觉得现在应该OK了 对吗 结束 我们还有最后一奖送出啊 敢出色 然后呢 等一下 你看刷起来之后 你就三二一截屏 好的 好 我们等一下截屏之后呢 我先把这个机制先说一说吧 截屏之后呢 我们会送到后台 然后请大家 私信 私信法国西斯里的官方微博 在后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跟地址 在17号之前啊 就是因为名字 17号是你的生日 就在17号之前 所以呢 私信联系我们的法国西斯里的官方微博 也希望大家关注 西斯里的官方微博 因为有更多的互动在等着大家好吗 好 可以了吗 可以了 三二一 好 我们从下网上出五位 哎 我只接到了 OK 四位就四位吧 好 第一个是 呃 第一个幸运观众是 大写的S 然后点 晚莹 我不知道它是拼音 对 S晚莹 然后 上位 第二个幸运观众是 柯周丹 嗯 然后第三个幸运观众是 cd 就是cd cd cd 再往上 呃 哎 哦 第四个幸运观众是 威你还是怎么念的 我 应该我就念 呃 拼吧 对就拼吧 w然后 叫y n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念的 然后 第五个幸运观众是 丁哥 恭喜丁哥 好 谢谢 请这五位 呃 幸运的宝宝呢 到我们的这个法国斯斯里的官方微博啊 在这个私信留下你的联络方式跟你的地址 我们会送出今天神秘的礼物 好 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正式的结束了 也谢谢柯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吧 好 宝宝们拜拜 拜拜 拜拜 照顾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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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享用 corrfour路 firm耶稚磨27102012212315320325320325425425324125529-625325325424130266252255254252256266254256 Sindel220244194236255 Trek文雯サk 4385703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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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175 trä截 desconraction